字幕君 字幕君 哈囉!今天要教的實作例題是 製作頸致直角三角形 這題是要利用兩層縛迴圈列印頸致 然後把它排列成直角三角形 也就是變成這樣 這題要用到兩個迴圈又要執行五行 所以外部迴圈一共要執行五次 然後外部執行第A次迴圈的時候 內部會執行I次迴圈 這樣講的你們可能有點聽不太懂 那我就換一種講法 第一行也就是外部第一次回圈 内部就要执行一次回圈 也就是列印出一个紧字号 第二行就是外部的第二次回圈 内部就要执行两次回圈 也就是要印出两个紧字号 第三行就是外部的第三次回圈 内部就要执行三次回圈 也就是列印出三个紧字号 那第四行跟第五行都是一样的道理 了解原理之后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写程式码吧 一开始要先设一个会执行五次的外部回圈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内部回圈 也就是要列印出紧字号 那如果不想要让紧字换行的话 就可以用end 那中间不要有空白 有空白就会变成 每一个紧字号中间都会空白 那每结束一次外部回圈 就要换行 再输入下一行的紧字号 我们就输入一个print 中间如果不打任何东西 就是换行的意思 那现在就执行给大家看看吧 这样子这一题就完成啰 是不是很简单呢 等一下 咱们给大家看到 我看啦 再以来 感谢观看